20岁喝醉是可爱,40岁喝醉就是可怜 如果要用一句话去概括 嘉玲从大学男友的结婚典礼上归来的情形大抵就是如此 嘉玲一开始并没有带着祝福来到婚礼会场 她只是想看一看 当年那个拉里拉遢,不爱洗澡的柴男前男友 如今到底混成什么样子 但是当她来到宴会场门口时 就知道自己输得彻彻底底 前男友摇身一变成了文艺范老帅哥 事业有成还娶了美女作家 嘉玲的不甘和嫉妒在此刻开始埋下了地雷 宴席上曾经的大学同学都已婚已遇 单身的也是离婚人帅 只有嘉玲还是正宗的单身女性 大家一言一语 叙叙叨叨着孩子的升学择校和课外班 嘉玲插不上话 只好大口吃着桌上的食物 这时舞台上的司仪号召大家看过来 因为最激动的丢捧花环节要开始了 现场的单身女性们在一片起哄声中 陆续来到舞台下方 嘉玲自然也位列其中 每个人都摩拳擦掌 股视眈眈着新娘丢出的捧花 最终嘉玲祭拜了所有竞争者 鲍德捧花归 但也正是这束鲜花彻底引爆了嘉玲心中的狠家地雷 说到这里 让我们重新来介绍一下嘉玲 嘉玲今年39岁 是土生土长的台南乡下人 来到台北20年 却依然和这个大城市格格不入 她在台北没有车没有房 工作是一家宠物用品公司的董事长特助 还有一个交往四年同居三年半的男朋友大荣 或许是年龄关系 嘉玲觉得自己和大荣之间毫无激情 与其说是情侣 倒不如说是睡在一起的室友 接到捧花之后 嘉玲把自己喝得敏丁大醉 闹出了不少笑话 同学们都觉得十分丢人 连拖带拽的 把嘉玲塞进出租车送她回家 回去路上嘉玲看着窗外 心中莫属着自己即将奔私的年龄 与此相对的是一事无成的人生 她开始思考 自己为什么会成长成这样一个大人 时光回到多年之前 淳朴的台南小镇是嘉玲长大的故乡 那时的她还小 人生第一次接触到结婚与否的命题 是关于家里的二姑 某天在台中教书的二姑突然回家 坐在奶奶的房间里 满脸不甘愿地听着说叫 嘉玲在妈妈的暗示下推门而入 只听见二姑说着自己不想结婚 奶奶很生气 责怪二姑脑子里想得太多 任何一对夫妻都是磨合而来的 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完美的夫妻 见到嘉玲闯进来 奶奶大喊着妈妈把她带走 妈妈是个八卦小能手 但身为儿媳妇没有立场参与讨论 她只好让嘉玲去探听情况 二姑和爷爷奶奶闹得不欢而散 当晚连饭都没吃完 就匆匆离开家 夜晚家里和奶奶睡觉时 奶奶教育她 长大以后能嫁的时候就紧快嫁了 不然就像二姑一样越拖越晚 越晚嫁得越差 二姑的对象是家里花钱请媒人介绍的 几乎要谈婚论嫁时 二姑突然提出分手 正因如此 爷爷和奶奶才会如此生气 两个长辈本想找一天 带着二姑和媒人亲自去和南方家长谈一谈 尽快把婚事敲定 谁知到了约定这天 二姑却瞒着爷爷奶奶 只带着嘉玲去见了媒人和南方妈妈 二姑坚定地想要退婚 愿意承担所有的介绍费用和聘金 南方的妈妈看起来并没有挽留的意思 只是对于二姑想要亲口和南方分手这件事 会有机会 觉得两人既然没缘分就不要再见面 席间二姑情绪失控 离开餐桌 家里便听见媒人和南方妈妈嚼舌奔 原来婚礼之前 媒人想让二姑去医院检查身体 看看生育功能是否正常 因为南方是家中独子 如果娶到不能生的女人 后面会更麻烦 但二姑觉得这个要求太过分 侮辱了自己 两方谁也不愿退让 最终只能告吹 可爷爷奶奶并不知道实情 还以为二姑分手的理由只是性格不合 离开餐厅之后 二姑哭了一路 她让嘉玲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家里的人 谁知嘉玲刚回家就被全家人兴师问罪 原来今天老师来家访 不仅告知嘉玲被二姑带走 还告状她总是不交作业 妈妈因为作业的事 想教训嘉玲 大难临头 嘉玲也注意转 立刻出卖了二姑 用妈妈最在意的八卦 换来棍棒底下逃生的机会 妈妈听得津津有味 并且转头就告诉奶奶 其实是二姑被男方家里欺负 对方嫌弃她年龄大 生不了孩子 非让二姑去检查无误后才愿意结婚 听了这件事 大人们立刻哭穿海地 觉得家族受到了莫大的羞辱 嘉玲被这群戏金上升的人吓了一跳 躲进了房间里 她从未想过 一个30岁的女人不愿结婚 竟然能让家中掀起如此大的腥风血月 力度之大 以至于二姑最后终生未嫁 从记忆中走出来 嘉玲已经回到家 她醉醺醺地敲开大容的房门 扑着对她举起捧花 请大容娶自己为妻 嘉玲的求婚打动了大容 很快她就告知家中筹备婚审 还送了嘉玲一枚闪闪发光的钻戒 连续几天 她只要看着这枚钻戒 都会笑得不能自解 嘉玲的工作虽然听起来不错 但实质却是老板和老板娘的大杂工 不但要为老板娘盯伤老板 还要帮老板养小三各种打眼货 嘉玲被夹在中间忙得团团转 就连年轻的同事都委婉地 称她是个好人 而好人的定义就是软世财 因为不懂反抗而被各种揉捏 大容知道之后 颇有担当地让嘉玲辞职 婚后就安心成为全职太太 让自己养她 嘉玲把大容的话放在心上 在心中慢慢考虑 挑选婚纱时 准婆婆横空出世 强硬地要求她穿上一件保守的礼服 其实礼服并不难看 只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感标识 如果穿到不喜欢的衣服 就会觉得自己非常难看 就像童年时期 嘉玲对妈妈的广场舞服装 情有独钟 虽然穿着不伦不类 但嘉玲觉得自己非常好看 还穿着这套衣服迎接大姑的到来 结果给妈妈闹了笑话 嘉玲的大姑嫁到了时髦繁华的台北 家中有钱 生活精致 每次回到台南都不免一通嫌弃 妈妈对大姑有强烈的好胜心 所以每次暑假 大姑带着全家回来时 妈妈总是把自己精心打扮一番 还偷偷涂了奶奶珍藏的口红 大姑有一个和嘉玲差不多大的女儿 玉轩 两个女孩难免被拿来对比 可无论是学习还是兴趣 像淑女玉轩都比嘉玲优秀太多 大姑也时不时的凡尔赛 声称玉轩考99分 都会在学校哭得不愿回家 这番话让妈妈心中耿耿于怀 总在盘算着 要在其他地方让嘉玲胜过玉轩 机会终于来了 隔天嘉玲和玉轩在下跳节 妈妈看见嘉玲马上就要输了 连忙支走两个孩子 让他们去吃冰棍 随后便在棋盘上帮嘉玲作弊 可即便如此 嘉玲还是输了这局 妈妈开始数落嘉玲 什么都输给玉轩 但嘉玲根本不在意妈妈说的这些 她只知道 在自己最擅长的撞球游戏里 绝对不会输给玉轩 谁知一语成证 午后嘉玲带着玉轩和朋友们 玩紧的撞球 玉轩居然也丝毫不差 嘉玲不仅没赢过玉轩 还摔伤了脚 这下嘉玲感到了挫败感 和妈妈一样 她也燃起了胜负心 因为不想承认玉轩赢过自己 她刚回家就对大人告状 使玉轩故意砸伤自己的脚 因为这次告状 嘉玲和玉轩开始闹了矛盾 两人不在一起玩 反而开始互相交际 向大人打对方的小报告 妈妈和大姑间的较量也在继续 大姑在意饮食健康 把厨房里的猪油 味精全都收起来 想要丢掉 还嫌弃妈妈洗菜不干净 怕有农药残留 奶奶不自身 全都顺着大姑的话去做 这让妈妈心中憋着一股气 恰好这时 嘉玲和玉轩之间有此矛盾 由于嘉玲家中是中药行 院子里会晒着中药 玉轩十分好奇 和嘉玲一截把药材切片 结果被奶奶抓住 但奶奶只对着嘉玲大骂一通 嘉玲很委屈 觉得明明是玉轩先动手的 可奶奶只骂自己十分偏心 在嘉玲控诉奶奶时 妈妈站在厨房 脸上露出似笑非笑的表情 似乎嘉玲的话帮她出了一口恶气 这件事让嘉玲很生气 一直到大姑一家人离开时 都迟迟不愿出门相送 直到玉轩离开 嘉玲才发现 她给自己留了礼物 还有道歉信 嘉玲这才跑出门追着车 不折后悔 自己因为赌气错过的告别 大姑一走 奶奶就把那些调味酱料重新拿出来 也对妈妈致歉 称大姑是客人 难得回家 凡事还是迁就一番 时间回到现在 这天大容带着嘉玲来到一间新房 称准婆婆已经付了定机 为她们购置爱的小窝 嘉玲无比兴奋 她做梦都希望在台北能有一个家 然而事情并没有她想的那么简单 这件不简单的事 正是因为婆婆的控制欲实在是太强 除了插手嘉玲的婚纱 婆婆还亲自参与装修两人的爱潮 除此之外 准婆婆默认了嘉玲要辞职的决定 提早给她预定了各种烘焙瑜伽课 没事就带她逛街烫头购物喝茶 早早地体会上婚后的主妇生活 然而看似和谐的婆媳关系下 暗流却开始涌动 嘉玲很不适应 她觉得自己和准婆婆在一起 变得快不像是自己了 回家之后对着大荣一同抱怨 和大荣却不能理解 只觉得母亲也是一番好意 在准婆婆的控制欲和大荣的置身室外下 嘉玲开始失眠 她也很奇怪 明明新生活就要来临 自己却觉得越来越累 就在这时 嘉玲迷茫的生活中突然照进了一抹光 她就是公司的客户马克 嘉玲和她在电梯间一见如故 马克毫不避讳地表达对嘉玲的好感 和老板达成合作后 也要求和嘉玲一起吃饭庆祝 嘉玲犹豫着最终还是答应了马克的约会 当晚的饭局气氛暧昧 嘉玲也有些心愿意马 幻想和马克接吻的场面 谁知幻想真的照进了现实 一直在国外生活的马克十分主动 在两人临别时想要亲吻嘉玲 但关键时刻嘉玲还是把持住了 还露出了手指上的婚件 依次告诉马克自己是马上要结婚的人 但回家之后 嘉玲还是沉浸这场艳遇中不能自拔 为了挥散对马克的幻想 嘉玲只好纠缠着大容 想找回一些恋爱的激情 然而大容早已不记得什么激动的感觉 嘉玲对于恋爱的初感念 源于小时候的邻居阿娟 那时嘉玲和同班同学永森一起 在为阿娟和他的男友传递情书 每到放学 两人就像在持行秘密任务般聚在一起 永森负责传递男友的书信 嘉玲负责阿娟的书信 那时爸爸时常会从音像店 租回来一些电影光盘 偶尔会参杂着一些少儿不义的影片 播放时大人们全都尴尬不齿 只有嘉玲看得无比认真 努力想去了解影片里的人在做什么 嘉玲对成人世界的好奇心 给全家敲了警钟 妈妈开始关注起嘉玲和同龄男生的交往 以免他年少无知犯下大错 恰好永森放学后来到嘉玲家中 递交男友新写的请书 两个小学生关起房门 懵懵懂懂地读了起来 妈妈来到嘉玲卧室 发现门被反锁 立刻慌了起来 在打开门之后 妈妈反手就把门锁弄坏 还告诫嘉玲 以后不能关掉卧室的门 七八十年代的台南乡下 风气依然保守 未成年的女孩 绝对不能和男生交往甚密 否则就是伤风败俗 妈妈连小学生的永森都有所防备 更别说已经上了高中的阿娟父母 嘉玲把情书交给阿娟 看着她陶醉的少女心 描述着恋爱的感觉 只要想着所爱的人 世间万物都会变得生动起来 彼时嘉玲还不懂这种感觉 只觉得恋爱是一件美好的事 然而某次嘉玲拿走阿娟的信后 却不慎一失 找到时 信质已经湿透 嘉玲十分羞愧 只好带回家用吹风机吹干 再放在桌上亮晒 谁知第二天起床后 却发现情书不见了 嘉玲对阿娟道歉 自己弄丢了她的信 但阿娟没有责怪她 回答着自己再写一封就行了 那份丢失的情书 原来被奶奶拿走 在老姐妹间互相传阅了起来 她们看着那些浪漫而深情的话 又羞又笑 激动得直跺脚 这只是少年少女们 纯洁恋爱的萌芽悸动 大人们却当成了 脸红心跳的成人笑话 情书很快越传越远 直到落在了阿娟妈妈的手里 她一下就认出是女儿写的情书 回家后立刻和阿娟爸爸一起 把她拎到了大街上揍一顿 嘉玲混在围观的大人之中 心中十分难受 她愧对阿娟 是因为自己弄丢了情书 才让她遭到这样的惩罚 由于阿娟的事 嘉玲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 准备对她进行成人教育 众人轮番上阵 却都羞于开口 最后还是开放了奶奶 告诉嘉玲 婚前是处女 婚后才幸福这句话 但嘉玲还是懵懵懂懂 只知道不能和男生一起玩 没过多久 阿娟一家人就匆匆搬出这个小镇 一个少女阔碎的青春往事 也这样留在了嘉玲的心中 又是一个无眠之夜 嘉玲盯着自己和大容的结婚礼服 看了一整夜 第二天清早 她告诉大容 自己昨晚差一点和别的男人接吻 大容听完之后 只是陷入了沉默 她随意拿起一块三明治 大啃了几口 之后回答着 差一点就代表着没有出事 只要没出事 一切就没有问题 显然大容也不知道 要如何面对 只好选择逃避 就在嘉玲要刨根问底时 突然发现 刚刚大容吃的三明治脸 有过敏原花生酱 她的脸立刻肿了起来 嘉玲很慌张 连忙把大容送去了医院 来到病房 趁着嘉玲去烧热水时 大容偷偷秒了她手机上的短信 正是马克发来的 询问自己去公司 能否看见嘉玲 过敏之后 大容突然变得硬气起来 在嘉玲去上班后 她也离开医院 直接闯进 嘉玲公司的会议室 询问哪个人是马克 老板见到有个不速之客 立刻询问她有什么事 谁知大容将老板当成了马克 一拳打在她的脸上 老板立刻坐在心虚 以为大容是自己小三的老公 一片混乱之中 马克赶过来自报身份 并拦住了大容 终于见到马克正主的大容 立刻和她扭打在一起 嘉玲无力地跪倒在会议桌下 这时有一个噩耗传来 老板娘居然来到公司 老板立刻吓得和嘉玲一起躲藏 却让老板娘误以为她就是小三 上来就给嘉玲一巴掌 嘉玲此时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 她还了老板娘一巴掌后 当场宣布辞职 回家的路上 嘉玲想起了一件童年往事 正是在记忆里气味浓烈的咸鱼事件 奶奶的姐妹从日本寄来一条咸鱼 她示弱珍宝 放在冰箱里吃了好几个月 直到咸鱼发出明显的臭味 奶奶也死不承认 不但不愿丢简还给嘉玲当做便当 带去学校 午餐时间 嘉玲一打开便当盒 咸鱼的臭味就把同学们都熏走 放学回家之后 妈妈和姐妹在跳舞 有个阿姨带来了自己做的菜包 嘉玲连忙拿起一个啃了起来 却发现里面有一只死蟑螂 嘉玲连忙告诉妈妈 可妈妈不想让姐妹颜面上呼不去 示意嘉玲不要多嘴吃掉就行了 结果第二天嘉玲就因为肚子疼请假在家 奶奶以为她是吃了搜掉的咸鱼引发腹痛 而妈妈以为嘉玲是吃了阿姨的蟑螂菜包导致的腹痛 两个女人开始不动声色地甩起黑锅 夜晚奶奶去别的地方求了一剂肚痛中药 让爸爸抓药熬给嘉玲喝 可爸爸总觉得这药方的剂量有些奇怪 对小孩来说太重了 但家中唯一懂中医的爷爷外出 爸爸迫于奶奶的淫威 只好照着药方熬药 结果当天晚上嘉玲又因为腹痛被送去了医院急救 病床前妈妈和奶奶又吵了起来 互相指责是对方给嘉玲吃了不干净的东西 这时爸爸突然面色苍白昏了过去 原来他担心那碗药的剂量不对 因此端给嘉玲之前自己先喝了一口 结果果然不对劲 出院之后嘉玲才对爸爸坦白 其实不管是咸鱼还是蟑螂菜包 或是那碗药自己都没有吃 他那碗肚子疼是偷偷吃了路边摊小吃 由此可见嘉玲从小就是个聪明的孩子 能够自主做出决定 不听话会被人揍 但听话也不一定有好下场 听话或是不听话 一直都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今晚嘉玲接大荣出院 一进家门就看见他布置好的求婚仪式 因为此前的求婚是嘉玲主动 大荣觉得求婚应该要男生来做 所以又布置了这一场求婚 可是嘉玲此刻并没有这份浪漫心思 只能犹豫地告诉大荣 自己不想结婚了 他要分手 大荣搞不清嘉玲为何突然提出分手 和他距离力争 难道就是因为婚纱不合心意 或是因为马克的原因 嘉玲大声辩解着 在筹备婚礼这段时间 自己整夜整夜地失眠 让精神负担无比沉重 大荣觉得这些情绪无关紧要 但嘉玲不这么觉得 这些情绪足以毁掉 对婚姻和新生活的畅想 争吵到最后 嘉玲也不想多说 他只有一个诉求 那就是和大荣分手 大荣绝望地坐在地上 像个孩子般哭哭啼啼 趁着这个时候 嘉玲把关在小房间里 大荣原本请来为自己布置装饰 制造惊喜同学们放出来 同学们都听到两人的求婚礼 便分手礼 都不便再说什么 只好信心地快速离开 嘉玲就这样结束了恋情 隔天醒来 身边已经没了大荣的身影 嘉玲知道自己要做的 就是收拾过往 开始新的生活 在新的生活里 没有工作也没有婚约 他开始收拾家中的物品 抹去大荣的痕迹 一切都充满着 陌生而又自由的味道 嘉玲开始找工作 但是39岁的年龄 又没有特别优秀的履历 刚开始就遭到了出师不力 而充满自由的生活 也拥有短暂的兴奋期 一开始 嘉玲坚持锻炼 积极打扫家中 享受抱着薯片看电视 夜晚小酌一杯 跳着舞的小情调 但随着日复一日 兴奋期退去之后 嘉玲的心中 慢慢被绝望和无助包围 他再也笑不出来 只觉得自己的人生 要开始荒废 发烂 嘉玲很快就变成垃圾场 嘉玲也开始不修蝙蝠 没日没夜虚度光阴 直到某天 马克发来信息 想约嘉玲明日一起吃饭 他很想念嘉玲 隔天嘉玲久违地打扮得体出门 但见到马克之后 嘉玲又开始退窃 他害怕会和马克发展逐心的感情 而嘉玲还没做好准备 嘉玲匆匆走回家 途中接到一张船单 上面的宠物小狗询问着好心人 谁愿意带她回家 嘉玲迷茫地看着远方 她自己的归属又在何处呢 关于归属这个词 其实在小学时期 嘉玲就有过深层的思考 这个疑问源于爷爷随口说的一句话 嘉玲是爸爸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 这么说的原因 是因为爸爸是镇上有名的好心人 时常带回路边捡的小鸟 小猫咪和大狗 甚至有一次 把一个流浪汉也捡回了家 爸爸还想让流浪汉上桌吃饭 却被家里人赶走 爸爸依然不忍心 抓起嘉玲的便当盒 就塞给流浪汉 让他饱餐一顿 自从嘉玲从爷爷那里听到 自己也是爸爸捡回来的之后 他的世界观就受到极大的冲击 嘉玲变得颓废不堪 给家里留下一封诀别信号 就离家出走 执意要寻找自己真正的爸妈 直到夜幕降临 奶奶和妈妈见到嘉玲还没有回家 这才紧张了起来 恰好广播里正在播报 近日一起学生绑架案 又让嘉玲一家的心 踢到了嗓子眼 父母骑着摩托车 沿街寻找 奶奶则来到广播站 用大喇叭呼唤着嘉玲回家 此时的嘉玲正坐在秋千上 夜黑风高悬 之前被爸爸捡回家的流浪汉 突然不动声色地来到附近 一步步逼近嘉玲 嘉玲有些害怕 开始四处躲藏 但还是被流浪汉找到 不过他并不是坏人 只是想归还之前爸爸给他的便当盒 流浪汉见到嘉玲肚子饿 还拿出自己的面包分给他 听闻嘉玲正在离家出走 流浪汉似乎感慨良多 他望着远处已经模糊的故乡 告诉嘉玲 人不要随意离开家 否则真的会成了没有家可以回的人 这个镇上谁也不知道流浪汉经历了什么 但每一个人的出生必然会有来处 谁也不愿成为无家可归的扶贫 家人寻找未果后 爷爷终于报了案 永森也在小公园里找到嘉玲的便当盒 那是刚才他和流浪汉聊天的地方 此时两人不知去了哪里 奶奶的朋友开始猜测 或许是爸爸领回来的流浪汉将嘉玲拐走 妈妈也怒目而慎 警告爸爸如果真的是他惹来的麻烦 自己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他 这时永森发现流浪汉正带着嘉玲走来 兴奋地大喊起来 妈妈立刻上前抱住嘉玲 爸爸则对流浪汉拳打脚踢 直到嘉玲大喊住手 得知是流浪汉帮助他回家后 所有人心中才放下这块大石头 今晚一家人请了所有帮助寻找嘉玲的街坊邻居吃饭 流浪汉更是成了座上宾 希望这餐充满烟火气的晚餐 能让他感到家的温暖 时间回到现在 今夜又是白烂的一天 嘉玲听到久违的门铃声 这才从一堆垃圾中爬起 他打开门 屋外正是自己的弟弟嘉明 嘉明小嘉玲十几岁 在他小学时 嘉明还是个牙牙学语的婴儿 这一次嘉明听说嘉玲辞职又退婚的惨状后 特意接他回家放松一下心情 心理学上有一个理论 名为悲伤五阶段 嘉玲在回到台南的路上 亲自演绎了一遍悲伤五阶段的每个步骤 消耗完了精力和铁力后 最后靠在座椅上沉沉睡去 见到姐姐消停了 嘉明终于松了一口气 经过长渡跋涉 刚回到小镇上 嘉明就去了一趟台南社相议员的竞选总部 见了男友阿佑一面 其实嘉明是一个gay 这个秘密只有嘉玲知道 嘉玲在路边等待时 永森走了过来 正是他最近在竞选议员 见到嘉明带着朋友来 永森又开始给自己拉选票 但嘉玲不想让永森看见自己的模样 各种躲避遮掩糊弄了过去 原来永森是嘉玲的青梅竹马 也是她的初恋 走进家门之后 嘉玲和嘉明约法三章 在爸妈面前互相不揭穿对方的秘密 嘉玲不提嘉明和阿佑的事 嘉明也不能说出她和大荣退婚的消息 嘉玲来到厨房 妈妈一见到她就开始喋喋不休 关心起之后大荣以女婿的身份来台南 能不能适应这里的饭菜口外 奶奶也专门订做了一套大红礼服 要在嘉玲和大荣结婚当天穿上 爸爸一想到嘉玲远嫁台北 心中欣慰又不舍 流下了眼泪 看着一家人全都在为自己的婚事而开心 嘉玲更加无法开口 自己已经退婚的事实 开饭之前 全家人祭拜了已经去世的爷爷 期间奶奶和妈妈总是追问大荣家里人如何 嘉玲只好违心地说着 蠢婆婆对自己很好 买了房子还帮忙费心装修 大荣也让她辞职当主妇 她负责养自己 爸爸笑称嘉玲小时候就写过一篇作文 题目是《我的志愿》 嘉玲当时的志愿就是当一个家庭主妇 没想到如今真的是见老 嘉玲陷入了悔夜 好像记忆中确实有这么一件事 当时老师布置完这道作文题目后 当天放学 嘉玲就来到班长家中 跟着她一起写作业 班长家是军队眷属 住着大大的洋房 班长妈妈是个温柔又优雅的主妇 给嘉玲泡了红茶 还端上自己做的蛋糕 当时的嘉玲被这一派优雅的举动迷住 她学着班长妈妈如何饮茶 还开始约束自己不能说台语 要像班长和妈妈那样 说一口洋气的国语 回家之后 嘉玲不仅自己说国语 还想带动全家人一起 她拿了一个储钱罐 规定谁要是说了台语 就要网存钱罐投进铜板 可嘉玲的做法惹得爷爷很不开心 把她狠狠教训于通 这天放学 班长提议想去嘉玲家写作业 可嘉玲不想让班长 看见自家人的丑态 还是执意要去班长家 甚至路过药材铺时 都没有承认这是自己家 这天班长的军官爸爸回家 但他的脸上却没有喜色 因为每一次爸爸回家 都会和妈妈发生争吵 班长告诉嘉玲 这一次爸爸离开家后 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嘉玲突然感觉到 原来漂亮的房子 优雅的生活 国语说的再标准 都不代表着幸福 嘉玲带入班长的处境 如果爸爸再也不愿回家 自己一定会很难过 今天嘉玲刚回家 就紧紧抱着爸爸 也不再要求全家说国语 隔天 嘉玲写的作文入选了校刊 内容正视 她希望成为家庭主妇的志愿 老师要嘉玲上台分享 可嘉玲回答 她现在的志愿 已经不再是主妇 但老师告诉她 人的一生中会有很多志愿 就算内心已经改变 也可以和同学们分享 曾经的心境和理想 于是嘉玲走上讲台 念出了这篇 渴望成为家庭主妇的作文 时间回到现在 嘉玲翻开作文背面 是爷爷写的毛笔字 一日平安 一日福 条条大路通罗马 其实世间的一切志愿 不外乎福气和平安 只要拥有这些 就能获得幸福 隔天 嘉玲来到永森的选举现场 在竞选活动结束后 与她聊起了天 原来永森也离婚了三年 得知嘉玲年纪四十 也依然退婚 很钦佩她的勇气 这时爸爸收到了一份情节 他展开一看 上面赫然写着 大荣和其他女人的名字 家人们收到 大荣和其他女人结婚的情节 意识到事情没这么简单 于是联合找到家名 威逼利诱之下 终于让她说出了真相 原来嘉玲早已和大荣退婚 不知大难将至的嘉玲 此时正坐在永森的小店驴上 准备去品尝小吃 两人路过小时候害怕的鬼屋 不知怎的 嘉玲此刻却对这座 带着庭院的房子格外向往 以大人的视角去看 其实这个小屋一点都不可怕 它只不过是一幢 很久很久都没有人整理 荒凉而孤独的房子 夜晚嘉玲兴高采烈地回到家 却发现气氛有些不对 父母和奶奶全都威严不作声 只有嘉玲站在中间 表情有些无奈又带着尴尬 嘉玲第一时间想的是 弟弟终于勇敢出柜了 她立刻表扬了嘉玲的勇气 想要劝说家人接受她的取向 嘉玲意识到口风不对 只好抢在嘉玲之前 大喊着大荣要结婚的消息 嘉玲愣了愣 随后看见妈妈拿出的结婚喜帖 这才明白过来 原来长辈们摆出的臭脸 是要对付自己 嘉玲的心情无畏杂陈 不仅是被家人发现秘密的难堪 还有大龙在分手后 居然这么快就找了其他女人 今晚全家人都难以入眠 妈妈还在顾起面子 她已经大肆宣传 嘉玲要出嫁的消息 这下又要让邻居们看笑话 奶奶的想法也是如此 于是从第二天开始 她就为嘉玲张罗各种相亲对象 奶奶包下一间茶水室 像是面试般 让相亲对象一个个排队入场 嘉玲疲于应付 很快就精疲力竭 就在这时 她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永森居然也是相亲对象之一 由于两人是彼此的初恋 加上最近也频繁联系 嘉玲瞬间来了精神 和永森在餐桌上嬉笑弄骂 各种伴随 在永森面前 嘉玲丝毫不在意形象 吃东西时故意表现得粗俗不堪 但即便如此 永森还是表示 自己就是喜欢嘉玲这款女人 两人间奇妙的化学反应 让奶奶看得云里雾里 夜晚 嘉玲刚回家 就听见爸爸在给大荣打电话 感谢她寄来请帖 又对嘉玲退婚的事抱歉 听到这里 嘉玲心中的怒火被点燃 她一把挂断电话 质问爸爸为什么要对大荣道歉 难道是觉得自己一把年纪 退婚又没了工作 让家里人感到丢脸 爸爸想解释和嘉玲已经收拾了行李 连夜想要离开老家 走在深夜的小巷里 她想起了其实自己从小就不是优秀的孩子 总是愧对父母的期待 小时候嘉玲曾经被妈妈送去学钢琴 因为她总是像个男孩子般打打咧咧 别人家的女孩都在参加跳舞画画比赛 只有嘉玲被选上了参加拔河比赛 妈妈希望嘉玲也能成为一个精致优雅的淑女 不惜花掉爸爸想要买车的钱 把她送到钢琴名师家里上课 还买了一台钢琴回家 一开始嘉玲也对钢琴有满满的新鲜感 在老师家上完课后就回家苦练基本功 但随着学习时间拉长 新鲜感退去之后 学钢琴就成了一种折磨 老师的严厉 练琴的枯叫 妈妈的督促 无一不让嘉玲心生排斥 终于在某天晚上 她和妈妈发生争吵 称自己不想再学钢琴 但妈妈已经投资了这么多钱 绝不能让嘉玲半途而废 见到妈妈无计可施 爸爸主动请应 开始负责监督嘉玲学琴 隔天爸爸送嘉玲去老师家 临走之前 原本是想要告诉老师 嘉玲天资不够 不要对她太过严厉 谁知老师回答 嘉玲很有天赋 甚至比自己还强 这句话仿佛往爸爸的心上 打了一记强笑针 让她对嘉玲的期待 达到了最高点 结果就是 爸爸的督促比妈妈还要严厉 因为她始终难以忘怀 老师那句话 嘉玲是个学琴的天才 爸爸的热情 让嘉玲的排斥心理更加强烈 为了逃避练琴 她打开收音机 播放钢琴曲 想要瞒天过海 爸爸发现之后 没收了她所有玩具 守在房间门口 逼着嘉玲练琴 没有练好不准吃饭 妈妈知道后 只觉得爸爸已经走火入魔 立刻将嘉玲救出来 经过这件事后 夫妻俩意识到 强扭的瓜不甜 嘉玲对钢琴没有兴趣 再怎么强迫都没有用 于是两人带上礼品 来到老师家中退课 让学费拿了水漂 临走时爱嘉玲爸爸 原来老师对所有家长都说 他们的孩子很有天赋 完全拿捏住了家长们 望子成龙的心态 如今嘉玲回想起这段学习钢琴的往事 意识到原来自己的不成器是从小注定的 她总是没能成为父母想要的样子 出租车慢慢驶出小镇 路过永森的竞选总部时 嘉玲突然下车 想和朋友们聚一聚 刚好嘉玲和男友阿佑也在这里喝酒 嘉玲便加入了酒局 昨晚嘉玲喝得很疯 完全不知道自己答应了什么 直到第二天醒来 她莫名其妙就成了永森竞选小队的助理 正因如此 嘉玲只能继续留在台南 帮助永森宣传拉选票 由于目前竞选团队里只有永森和阿佑 嘉玲加入后第一件事 就是帮他们重新列好竞选计划 在服装和拉票礼节上做到更加完美 一通操作下来 把永森和阿佑看得目瞪口呆 大赞嘉玲不愧是从台北回来的白领 永森每日照例站在宣传车上喊喇叭拉票 驾驶室里阿佑和嘉玲聊着天 按照目前的支持率来看 永森很难获胜 嘉玲觉得他是在做白宫 这时阿佑才说出永森参选的原因 原本是两人的好友想要参选相议员 只是上个月好友不小心脑溢血去世 永森为了完成朋友的遗愿 这才义无反顾地顶替而上 嘉玲被永森的意志打动 对这份选举事业也燃起了热情 他也站在车上 拿过大喇叭帮着永森一起宣传起来 在经过自家的中药行前 他通过喇叭对爸爸道歉 那天晚上和爸爸争吵是自己的不对 随后嘉玲还对爸爸表达了浓烈的爱意 之后的日子里 嘉玲每天都与永森混在一起 妈妈和奶奶对永森的印象毁誉参半 一方面觉得他也算个将材 另一方面又觉得他之前离婚 一定也有自身的原因 总而言之 这种男人通常都会有不为人知的第二面 就像嘉玲的叔叔那样 嘉玲的印象中 每次叔叔回来 妈妈都会准备丰盛的饭菜 叔叔很早就去了繁华的台北 看起来阅历丰富 见识广播 但只有妈妈知道 叔叔看着光鲜 但这些年来一毛钱都没有带回家过 鼓吹的事业也从来没看见影子 和老师木讷的爸爸相比 叔叔英俊又时尚 情商拉满 每次回来都会给全家带小礼物 虽然不贵重 但也哄得爷爷和奶奶十分开心 饭桌上叔叔说起 自己最近在学做生意 计划在台南开一家宠物美容院 妈妈和奶奶只觉得司空见惯 因为叔叔的目标多得数不清 在宠物美容院之前 他还开过饭店和咖啡店 更早之前还投资了皮鞋厂 但都是以失败告终 可虽然如此 爷爷和奶奶还是热情的附和 没过几天 叔叔便开始以出门谈生意 需要一套好西装为借口 向爷爷要钱 爷爷很宠爱他 一出手就是五千块 还让一旁的爸爸很不甘心 他的摩托车已经骑了很多年 羞羞鼓鼓破拦不堪 但爷爷却从来舍不得 掏钱给爸爸买新车 嘉玲也被叔叔的豪言壮语所打动 他拿来小猪储钱罐 想要投资叔叔的宠物美容店 叔叔见嘉玲对做生意有兴趣 便教他如何起步 嘉玲和永森便抱来了邻居家的狗狗 煞有介事地为他洗澡 想给叔叔未来的店打下口碑 某天夜里 一群流氓模样的人来到中药行 将叔叔带走 之后奶奶发现家中的房产证物件 他一想就觉得是叔叔拿走 那天来找他的肯定是叔叔的债主 到了这个时候 爷爷才板起脸 认真的质问叔叔这次回家 到底是不是真的想开店 他已经突然打听 叔叔声称要开店的位置 根本就没人在出租店面 见到自己的谎言被识破 叔叔只好道出实情 他因为赌博欠下了许多债 叔叔从小就比爸爸聪明 然而心比天高的结果 就是他从来不愿脚踏实地的工作 只想做大生意 叔叔不愿成为爸爸这样的人 一辈子窝聚在乡下 平庸地度过一生 他跪在爷爷面前 请他帮自己还债 爷爷看着躲在门外的爸爸 这一次没有再心软帮助叔叔 这时家琳洗好了邻居的狗狗 还心心念念着自己对叔叔的投资 看着热情的家琳 叔叔不忍心说出真相 还帮着他一起向邻居索要了洗口的钱 这是家琳人生中第一笔自己做成的生意 心中异常兴奋 这天晚上叔叔带着行李离开家 再也没有回来过 爷爷和爸爸不想让家琳遭到打击 告诉他叔叔去了台北开店 到时候会把家琳接去当店长 爸爸还假装叔叔写了一张明信片给他 鼓励家琳要永远怀传梦想 乐观开朗 某天永森的宣传车在鬼屋面前抛锚 嘉琳再一次审视这间屋子 决定要将它买下来 就在要联系卖家时 嘉明打了电话 告知他奶奶摔倒受伤 奶奶摔断了腿 但精神头看起来还是不错 从姻缘回来之后 还中气十足地安排起自己未来如果去世 一定不要做足那些花里胡哨的场面 只要一把火烧掉遗体 再把骨灰撒向大海就行了 奶奶为人一向快言快语 家人们并不把她的话放在心上 因为每个人都觉得 像奶奶这样豪爽的老太太 一定能够长命百岁 隔天奶奶一直在捣锅一个打不开的抽屉 爸爸妈妈就在一旁吃饭 但谁也没有去帮助奶奶 还劝她不要找麻烦 闻言奶奶只能一声叹息 突然觉得很累 连饭也不愿吃 只是嘱咐妈妈 记得把爷爷的裤子熨烫一下 谁也没有察觉到这是离别的信号 然而就在这天下午 奶奶坐在院子里晒太阳 悄无声息地就离开了人世 在操办葬礼时 嘉玲不想要太多冲面子的东西 只想把骨灰撒向大海 但这个想法和台北赶回来的大姑 产生了分歧 大姑好面子 想要镇上所有有头有脸的人物 都来献花圈吊演 唱戏表演 烧齿钱 也一个都不能落下 就在嘉玲和大姑争执不下时 一个特殊的客人登门 她正是大荣 大荣击败奶奶之后 拥抱了哭泣的嘉玲 两人握手言和 分手的恩怨随风而涩 大荣离开时 邀请嘉玲有空 可以来自己家中吃饭 但嘉玲很坚定 两人往后最好不要再见面了 爸爸开始疯狂地砸着 那天奶奶没能打开的抽屉 她一边哭一边忏悔 那天为什么没有帮奶奶开抽屉 这件事就像是嘉玲 没有聆听奶奶的心愿一样 在他们的心中烙印沉淀 成了最深的遗憾 由于大姑的插手 奶奶的葬礼 还是走了花里胡哨的行事 虽然把她的遗体火化 但大姑坚持要将骨灰 埋进祖坟之中 出殡的路上 嘉玲想起记忆中 一段奶奶的往事 那时候奶奶想要去参加 镇上的歌唱比赛 她整日在家中练歌 但声音却不那么美妙 严重影响到了嘉玲写作业 爸爸妈妈轮番去交涉 但都不忍心交灭奶奶的热情 一一败下阵来 可是当嘉玲听说 歌唱比赛第一名 能去豪华电影院后 她瞬间化身奶奶的第一个粉丝 鼓励她好好练歌 奶奶唱的歌曲名叫 《纯情青春梦》 她一直在说这首歌的歌词 让自己很触动 她想把这首歌唱给一个人听 必须嘉玲并不知道 哪个人是谁 只知道自己想要去看电影 在嘉玲的指导下 奶奶很快就把歌词背得 果瓜烂说 她还特意拎做了一套礼服 叫上所有的朋友 去看自己比赛 只有爷爷对此不屑一顾 觉得奶奶唱得很难听 上台也是丢人现眼 于在那天 全家人都去给奶奶加油 只有爷爷故意摆架子 缺席了歌唱比赛 宽伦的奶奶上场时 嘉玲发现了一个致命错误 那就是忘了拿伴奏带 奶奶立刻演起息鼓 想要就此放弃 但嘉玲看着一等奖的大字 不愿放弃看电影的机会 她鼓励奶奶 一定要把这首歌唱给那个人听 听到这句话 奶奶像是收到了感召 再次昂首挺胸站上舞台 开始轻唱着歌曲 令人惊喜的是 轻唱到了一半 爷爷居然气喘吁吁地赶来 为她送上遗落在家的伴奏带 这下全家人都来到台下 注视着奶奶的表演 嘉玲听见歌词里唱着 时代已不同 女人都各有想法 莫要人生匆匆 辅入了青春梦 直到如今 嘉玲才领悟到 奶奶说过 想把这首歌唱给某个人听 这个人就是她自己 奶奶去世前几天 曾躺在床上和嘉玲谈心 她感叹 自己虽然总是悼念 嘉玲没有嫁人 但心里却还是有些羡慕 因为嘉玲可以随着自己的想法生活 奶奶当了一辈子妻子 母亲 中央行老板娘 却从来没有时间去做自己 说完 奶奶再次嘱咐嘉玲 如果有一天自己去世 请后辈们遵照自己的意愿 把骨灰撒向大海 生前没能自由 但求死后获得自在 嘉玲明白 这个请求或许就是奶奶 人生中最后的青春梦 时间回到出殡队伍 永森骑着电驴停在队伍前头 众人还未反应过来 嘉玲就抢走了奶奶的骨灰盒 托在小电驴上扬长而去 让错愕的爸爸和姑姑一通追赶 两人来到海边 嘉玲按照奶奶所说 打开了骨灰盒 将她在世间最后的罕见 抛向了大海 由于嘉玲抢走骨灰盒的时候 大姑把错误迁怒于爸爸和妈妈 在灵堂前哭听喊地 大骂嘉玲是家门不幸 既不结婚生子 还把奶奶的后事弄了一团糟 还好爸爸还有嘉玲可以传宗接代 不然一家人的未来就完了 在旁收拾的嘉玲 听不了大姑指责的口气 一气之下当场出轨 承认自己是个gay 只喜欢男人 花刚落音 空气仿佛凝结在这一秒 大姑吓得喘不过气 爸爸也瞪大了眼睛 只有妈妈和嘉玲依然淡定 嘉玲自然是力挺嘉玲的坦白 但没想到的是 妈妈居然也开了口 说着自己早就知道嘉玲的取向 听完妈妈的话 大姑哭得更加大声 大喊着家族要断子绝孙 传出去颜面无存 这是妈妈硬气地站起来 声称不管嘉玲是怎样的人 这都是他们的家事 说完就请大姑离开 这场一致对外圆满胜利 但接下去的日子里 妈妈却和嘉玲冷战了起来 不想再提 也不想讨论她的性取向 这让嘉玲很难受 宁愿被妈妈大骂一顿 也不想这样在沉默中饱受煎熬 嘉玲并没有心思帮嘉玲出谋画策 因为她正在忙着搬家 她计划买下那栋鬼屋 已经开始装饰布置 让小屋变得温馨起来 这时嘉玲接到一个电话 正是久未见面的马克打来的 马克好心为嘉玲介绍工作 让她辨识自己所在的公司 还能去美国工作 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嘉玲称号来对永森告别 永森爽快地让嘉玲离开 还祝福她有幸福的未来 但言语中的遗憾和不舍 却异于言表 父母也觉得这是个好机会 都鼓励嘉玲回到台北继续工作 但这一次嘉玲心中始终怅然若失 并没有像之前那样 对外面的世界充满期待 很快嘉玲又穿上了都市白领套装 回到了大城市台北 准备参加马克公司的面试 在等待面试期间 嘉玲想起了自己第一次 决定来台北的情形 那是报考之后 她瞒着全家人 报考了台北的大学 这让一心想让嘉玲 留在台南的妈妈很生气 很长一段时间不想和她说话 在开学之前 爸爸买了一台摄像机 露下了全家人对嘉玲未来的期许 爸爸在拍摄时 妈妈始终不愿参与 依然在生嘉玲的气 但到了夜深人静 妈妈还是忍不住 悄悄打开录像机 拿出自己给嘉玲准备的食物 说着说着 眼泪就不自觉地流了下来 父母总是无法赢过孩子 那些矛盾和冷战 究竟根本也只是希望他们能留在自己身边 从活役中回过神 面试官正在询问嘉玲 是否有想过十年之后 憧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这个问题一下就直击 嘉玲心底最深的眷恋 这也是她最近一直在 犹豫不决的源头 正是亲情的羁绊 她知道家人们无论何时 都不希望自己离开 嘉玲像是想通了某个道理 连忙收拾东西 对面试官告辞 她告诉马克自己决定回家 妈妈见到嘉玲回到家 差异中带着欣慰 母女两人坐下谈心 说起了嘉明的事 妈妈回答在嘉明高中时 自己就偷看了她的日记 知道她是个gay 当时妈妈很害怕也很不安 但她并没有对嘉明心事问罪 而是自己去查阅报纸和书籍 去妇女会了解情况 这才慢慢地对gay群体有了基本认知 当时负责科普的工作人员告诉妈妈 面对取向异常的孩子 最重要的在于妈妈的态度 因为这并不是一种疾病 就算全世界都无法接受 至少妈妈要站在他们身边 于是妈妈慢慢接受了这个事实 甚至还觉得 嘉明一个人默默承受这个秘密 十分辛苦 她多想亲口告诉嘉明 其实妈妈也知道 所以她并不是一个人 听完妈妈的话 嘉玲落下眼泪 为自己有一个如此温柔而坚强的妈妈所感动 嘉玲重新回到台南 最开心的除了妈妈之外 还有永森 和妈妈谈心之后 嘉玲便来到竞选办公室 正式接受永森的追求 两人在总部门口 旁若无人地深情亲吻 这天晚上 嘉玲和永森以情侣的身份来到家中吃饭 嘉明和阿佑也随之赶到 父母知道这就是嘉明的男友 虽然有些奇怪 但两人都在努力地学会接受 对阿佑极尽友好之理 饭桌上嘉玲宣布 自己要买下鬼屋 作为在台南落脚生根的开始 隔天嘉玲在粉刷小屋时 一转身仿佛看见了年幼时的自己 小时候的嘉玲之所以害怕这个鬼屋 是因为有传言 里面住着一个没有结婚的女人 一个人孤苦伶仃 直到死亡 如今看来 嘉玲自己却成了小时候最害怕成为的那种人 但嘉玲还是想要告诉幼时的自己 人的一辈子很长 长到可以跌倒了再重新来过 一辈子也可以很短 短到没有时间再去勉强和讨厌自己 当一个人决定爱自己时 就不会再去牺牲自由 勾勒宏伟的明天 而是在每个当下 是做有趣和快乐的事 以我的方式 以我的韵律 无论几岁都要喜欢现在的自己 本剧结束 好了 今天要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留言 关注米虫的看剧和包剧频道 每天定时打卡米虫 一整天嘴角小玩玩哟 拜拜 拜拜